快回來 來看到火爆場面 這是發生在桃園一處社區 有民眾是違規停車 這社區保全上前驅禮時 雙方爆發了衝突 這違庭的民眾爸爸健壯衝來 不但沒有勸架 還拿起手上的酒瓶要攻擊保全 社區保全與綠衣短褲男子 因違規停車爆發肢體衝突 沒想到違庭男子的老爸健壯 不但沒勸架上來就用酒瓶攻擊 被打得保全 頭部受傷 警方貨爆到場 疑似攻擊保全父子的親友 還在一旁阻攔 受害民眾搜證 不要碰喔 不要碰喔 台灣市民族路上的一處社區 十七號傍晚發生一起停車糾紛 由於社區旁的大馬路 常被誠信父子佔用違庭 讓交通十分不便 十七號下午六點多 陳家人又把車子開來 違規停車在社區旁 保全發現上前勸阻 不料竟然爆發流血衝突 社區保全人員勸離零停車輛與駕駛人發生口角 該駕駛份兒十九瓶砸傷保全人員 本所接獲報案立即前往處置 並依規定受理被害人報案提告 被攻擊受傷的保全事後到醫院驗傷並提告 警方表示將會通知被告的陳希父子到案說明 並依法偵辦 記得王小華同意報導